OK 鴨子 我来看看 OK 这个就装回家了 我们到我们抓螃蟹的地方了 就是这边 之前来看过这边有一个 像是那种人造的那种平台 待会我就 虽然这个有点 老旧 再裁断 待会我就 把我的网子啊 放在这边 现在是最低潮的时候 所以 现在这个水都退得比较低一点 平时我上次来看到他满潮他都 淹过这些树枝 这个地方应该是蛮好的 这旁边这些泥巴啊树根啊这些都是 那种螃蟹的家所以在这边放网子应该是不错 好 我们就来吧 下来下来下来 我们先来组装网子 今天准备了两个 待会再去另一个地方放 最近下雨啊 所以抓螃蟹应该是不错 趁着 当晚雨停的时候过来 先来组装了 现在昆斯兰这边的天气啊开始变冷了 不知道抓螃蟹 这个时候抓效果怎么样 因为我也很久没抓了 鱼耳是 乌鱼 叫的 我这个右耳带有点小 就直接把鱼 绑在这个上面 好 这个笼子 这样子就好了 我刚发现那个平台 太靠近人家钓鱼的地方了 所以我就 放来这边好了 还好这里的泥巴 不是非常的烂 你上去 好那就直接 抛出去就好了 这绳子不用绑了 我明天再拿那个挂钩来收就好 洗个手 好我们去下个地方 下一个地方也在这边附近 我们开车过去就有五分钟的距离 现在我们到了第二个地方 这边是一个大公园 我们来看看这个河道 这河道就比较大 这个是一条 比较大的河 那我刚刚去了那边 是它的支流 是那种小河道 这边就很宽阔 现在已经斑完了 所以那个 光线会有点暗 但这边也都是 红树林的地形 所以应该说是不错的 哦这旁边好像 有条绳子 这里应该是 有个人也在这边放网子 我们去旁边放 我们去上面一点点 我们就在这边吧 这边随意找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之前就是有来放过 但是就是 在这个地方我上次来是周末来 螃蟹被偷了 王子也被偷了 也是在这个地方 那我今天是特意选择 就是普通日 然后就是 天气很不好 我就想说 最近那个 风大雨大的 是不是 在这边 岸边玩的人 会比较少 那他们 人比较少的话 那就 减少被偷的机率 不然照理来说 这个地方其实 螃蟹 应该是蛮多的 因为他这条是 毛鲁区斗的组合道 那通常组合道他 水量大 那个螃蟹啊 在里面的活动 就会比较多一点 这个球先丢出去 那这个也是明天再过来 用挂钩收 昨天放了第2个王子这里 我们先从这一个开始收 我们的 昨天放在那里 火球在哪 哇 这有一只小的 这只鱼啊 被咬了这么一大口 怎么可能是这只小的吃的 看这只小的 这么小 怎么可能把这个螃蟹 吃这么大一口 反正这个就只有两个可能 要嘛螃蟹从里面跑掉 要嘛就是有人 收过了 这晚上有人开船 不然就早上有人来 收过了 这次就不放球了 把这个 绳子剪掉 我直接下去放在旁边 明天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丢在这个树旁边吧 这在哪 明天再来收就好 最后把希望放在这里 看到一条鱼了 看到一条鱼了 这个就有一只 但这只尺寸不够大 这条黑雕 就卡在这个网子 来 看看 哇这个鱼 整个就被磕到 磕到变成这样 这个也没道理啊 整条鱼 吃成这样子 再把它扣上去 然后我们把这个螃蟹放走吧 这个螃蟹太小了 好 这个 卡住 这是弓的 先洗一洗 这壳 这壳 大约只有 12公分而已 在这边抓螃蟹 这个壳要有15公分才可以 才算合格 这个还差一点点 这个长很快 而且这个很肥 这个壳颜色越深啊 就表示它的肉越薄 然后 压起来 这个壳超硬的 这很肥 我给它放回去吧 鱲鱼 你给它放回去 好那个 那这个王子啊 一样继续放 那明天再过来一起搜 跟刚刚那个 明天就要把它们拿回家了 因为 已经没有额料了 昨天我把那个 图标 剪掉了 看今天的成果 里面 隔天过来搜 里面一只都没有 但是这个鱼又被吃了更多了 哦 它这里有一个大破洞啊 可恶 没发现这个 王子你看 我的手都可以从这个洞里面进去了 你可能就从这边 可能从这边溜走了 这回去又给它捕一捕 很可惜 之前没有发现 我们等一下去第2个地方 希望也就是 放在那边了 这回去我要把它补一下 我没注意到 这一个也没有半只 奇怪发生什么事了 檢查一下 這網子也有一個破洞 怎麼會這樣 但是不至於啊 這個這個破洞 大的沒有辦法從這裡出去啊 這個 那腳應該卡住才對啊 哇怎麼怎麼兩個 怎麼這次 沒抓到螃蟹 糟糕了 先把它放在上面這裡 塞一下 再放上看 我下個禮拜再來試一次 今天先收走 因為 明天就是週末了 週五週六啊 那個螃蟹失去率很高 有時候連網子都會被偷走 下個禮拜我再來這裡 試一次 今天我換了一個地方放 來你下來 下來 我們換了一個新地方來這邊試試 這個地方比較靠近 出海口 那我想要在這邊看看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看可不可以抓到那種縮子線 那上個禮拜我在前兩個地方 出現的那些問題 我都把它處理好了 我把這個路口 用這個繩子 束帶綁過 把它改窄一點 但是這個螃蟹還是可以進得去的 但這個拳頭還是很輕易的可以過去 像這樣 然後那個破洞的地方 因為束帶用完了 所以我覺得用那些繩子把它鏟起來 然後放耳的那個籠子 我也換過了 好我們來前面看看 這裡的環境就比較不一樣 通常在河邊都會比較多這種 那種apartment就是這種大樓 那就會比較多出租的旅客啊 來這邊玩 然後可以住 像這樣 好現在是在漲潮了 所以這個水蠻清澈的 我看流動的蠻快 我想網子應該是不會被沖走了 我想要把網子放在這個地方看看 今天的也是 用了這個烏頭魚 好就這樣子 明天用掛鉤來收就好 好我們去下個地方 好上車 兩條烏頭 然後用這個束帶 好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這個縫啊 我也都是用這個繩子 給它綁小一點 這個出入口 希望明天過來沈進不錯 好就這樣子 明天過來收 方便一點 今天天氣不錯 下午的時候這邊冷還蠻多的 這裡白天的時候看起來就 風景就更漂亮 現在都水都蠻乾的 現在都水都蠻乾的 看看我們的網子 一扣在這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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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了 裝一下 人太多 做這個動作害我都有點不好意思 去把這個繩子放出來 去把這個繩子放出來 Yeah I take bac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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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住了 屁 來個 卡住了 沒有錯 第一天趴了 我卡住了,我得開船來拿了 麻煩 Yeah, but I start on the rock 剛剛那個網子卡住了,我可能過幾天再開船去拿 那今天我來看看這個,因為今天晚上我就要把這個影片上傳 下一個影片我再接到那個網子拿回來的過程 然後我們會再去另一個地方 既然就用船去把它拿回來了 那下個地方就用船去河裡面放網子吧 下一次我會跟著另一個朋友 那我們兩個人可以放八個網子 我們拿到河裡面去放 看看會不會一次抓很多 今天這個也要把它拿回家了 哦,我已經看到螃蟹囉 而且是一個弓蟹,我看到他那個鉗子了 哦,兩隻哦今天 哦,三隻哦 這次有三隻啊 哇,有一隻合格哦 哦,有四隻耶 不是三,是四隻 哇,我那個磚耳的那個王子啊 都直接被扯破了 厲害 這一次有四隻哦 你看,這網子裡面有四隻螃蟹 倒出來 哇,這隻,這隻夠大 這隻可以帶回家的 這隻夠大 這隻可以帶回家的 哇,這隻夠大 這隻是我們可以帶回家的螃蟹 哇,這個鉗子 鉗子有三指寬 這個,因為帶著手套嘛 比較厚 但實際是三指寬 這個鉗子 哇,這隻 這隻,另一隻的鉗子更大 這隻就三指多 超過三指的 這一邊,這一邊的鉗子比較大 就是可以,首先把它放桶子 但還不錯 我都擔心這個禮拜 沒做到螃蟹 這樣子出影片 會讓大家失望 這個小的把它放回去 喔,這隻是處女蟹喔 這個 弧度 半圓半尖的 放回去 反而是這種小的螃蟹啊 很難抓起來 這隻是公的 這隻是公的 小的公蟹 那這個地方還是不錯的 這種環境啊 果然是螃蟹會出沒的地方 這隻也是公的 現在這殼也都挺硬的 小小的 小小的很兇啊 來,回去 那我們這個就拿回家啦 回家做影片 那晚上就可以出影片了 其實抓螃蟹 因為 我比較喜歡 像這種在岸邊抓 感覺在岸邊抓 比較好玩 因為最終墓地 也不是為了要吃螃蟹 只要玩這個過程 不然 其實我用那個 這蚊子 哇,沒判防蚊液 立刻就有蚊子來咬我 背上也被咬了 就是我用那個船 去河裡面下網子啊 就是螃蟹蠻容易抓的 但是目的不是為了吃 只是想要玩這個過程而已 然後 有就 然後有抓到就 就抓回家吃 沒抓到也沒關係 就當出來走走 這我也要帶狗出來溜 鴨子 抓來看看 哇 OK 這個就抓回家了 現在 我到家了 要來帶你們參觀 我有點凌亂的後院 這是我們 剛剛 抓的螃蟹 那這網子我剛洗過了 我打算 把它養起來 然後 這是一個 IBC的那個 Tank 我以後要把它 改裝成 專門養螃蟹 還有養魚的 這個桶子 大概有 700升 但是我水應該會裝 650而已啊 到這裡是 看看 這裡有顆嗎 差不多到這邊 他是 750 但是我大概就會裝 700升而已 裝到這邊 這個水就夠了 到時候這個旁邊都會 拿那個洞 做那個 出水口 跟進水口 那 我先把這個螃蟹 養在這裡 哇 這個螃蟹很大 那邊有鳥大便 到時候得清一清 在這邊 一個人可以抓 10隻螃蟹在家裡 就是你可以 保留10隻在家 都是合法的 所以到時候 這個桶子我就會養 差不多10隻吧 那 就是養著 好玩囉 那想要吃的時候再撈出來吃 先給他放在裡面 先給他放在裡面 像這個 這個一個桶子有200升 到時候我要把它切開 然後下面就打洞 拿來做 那個過濾的 到時候裡面都會放滿那個 這個我已經切開了 到時候裡面都會放滿 那種過濾的石頭 這樣子 才能應付那麼那麼大的桶子 然後我還準備了 然後我還準備了一大堆生蠔殼 我把它放在這裡曬太陽 然後讓他這個肉啊 被這些螞蟻啊 蟲子吃掉 雖然有點臭啦 但現在已經好很多了 因為這個肉都已經 吃得很乾淨了 到時候這個就直接 拿來當過濾的 而且還可以降低那個 pH值 這個生蠔殼是不錯的 好我這裡 然後我這裡還有一個魚缸 因為他這個藍燈嗎 可能拍起來不太清楚 然後裡面有一些魚 然後還有海膽 這個是雀雕 這個是黑雕 這個是柴魚 那一隻是龍沾 一隻龍沾 那這個 這一隻是銀昌 那隻昌魚 旁邊有一個躲在角落 黑黑的 可能我不知道清楚 那一隻是一個駝背雕 駝背胡椒雕 還蠻少見的 所以我就把它養起來 因為 不容易釣到 很少見 改天 等 天氣好 或者是亮一點的時候 我再拍他給你們看 然後把魚缸清乾淨 這魚缸到時候要改成那個 底力魚的魚缸 才可以應付這麼多魚 這有點亂 這個本來是另外一個魚缸嘛 到時候我要把它做成一個一個的 做成一個底部過濾 然後給這個魚缸用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這邊 到時候我也會分享 我的養魚的這一個 大桶子 到時候我會分享這個養魚的大桶子 到時候應該很好玩 這裡有養食隻螃蟹 然後上面水的地方 就會養一些魚啊 真雕啊 釣到了那種大的魚就把它放在這 應該挺酷的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囉 我們下周再見 我得趕緊去做影片 不然今天來不及出片 來摸摸頭 嗯